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Data 今天我们来到蓝田 会介绍一间新的餐厅 这间餐厅的名字叫做 汇景宵尾点心馆 顾名思义这间餐厅有宵尾又有点心 而且这间餐厅交通很方便 它就是汇景广场五楼 现在我们试试它的质素是怎样 我们由蓝田站A出后出 会直接进入商场 我们先上一层扶手电梯 之后转左手边 再上一层扶手电梯 上了电梯之后我们就向右手边走 就会见到汇景宵尾点心馆 我们11点左右到餐厅 但来的时候客人不太多 进来餐厅就发觉其中一个优点 就是它工作人员的态度就相当不错 非常有礼貌 所以令客人一进来的时候 感觉就非常舒服 为什么这次我们会来介绍汇景这间餐厅呢 真正的原因就是我见到 它网上的评价都相当不错 很多网友说它点心又好吃 烧尾又好吃 所以这次就来试一试 汇景烧尾点心馆 我觉得它的感觉就像一间茶餐厅 而它面积我觉得不算是很小 加起来四五十个位都有 整间餐厅就以米白色为主 大部份都是那些食物的挂画 再加上有少少的装饰物 而那些装饰物本身都是几简单 但都算是几好看的 所以我说它的装饰其实性价比都不错 既舒服又简单 跟着又不会太花钱 我们现在就看看它的餐牌 看看点心价钱 烧尾价钱是如何 先看点心价钱 其实我看它的点心价钱不是很便宜 我们介绍很多酒楼 价钱都没有它那么高 但因为网友说它的点心相当不错 所以我们今次就叫了两个点心 分别就是黑松露虾狗拼烧买 另一个就是黑金流沙包 汇景烧尾另一样非常吸引我的地方 就说它有混蓝十年普李王 就要12元一壶 我叫了一壶 除了吃点心之外 今次都会吃过烧尾饭 现在看到它单拼饭 就是45元起 这个价钱就算正常 但又不算是很便宜 而今次我就会叫个五保饭 但就不是叫烧我五保饭 就叫乳珠五保饭 价钱就是78元 这个价钱我觉得是比较贵一点 但凡它的烧尾饭套餐就包饮品 我就配了一杯热奶茶 因为点心应该是即整 所以就要等两个点心来齐 那两个点心都是十分钟来都上了 我们先看看这个普李王 我对它就非常大期望 其实茶费12元就不是真的太贵 不过茶餐厅就会比较高一点 普李茶的颜色就自然会比较深一点 这个普李王当然茶味就比较浓一点 如果这个是普通普李来说 我觉得质素相当不错 不过你说它是普李王 我觉得就有点失望了 我就觉得像是我们去酒楼喝普李 是一个比较浓一点的普李而已 这个就是黑松露虾饺拼烧买 29元 两粒烧买两粒虾饺 虾饺烧买大小都是正正常常的 其实就这样看这个黑松露烧买 看到其实已经爆了口了 另外第二粒虾饺同样都有少少爆口 其实皮真的会比较弱一点 我夹的时候都要非常小心 不过这个黑松露虾饺很难得 黑松露味道就不会很难吃 还有里面的材料虾肉那些就很丰富 再加上有少少汁 其实馅料就很不错 只是皮就差了少少 就这样看样子 我觉得这个烧买买相就不一样 因为上面的蟹子就放得不是很漂亮 还有比较少一点 如果说烧买的味道其实就不错 都算是挺好吃的 不过问题它虾肉和猪肉的比例就有少失衡 猪肉的比例就相当多 虾肉比例就都挺少 另外那些蟹子基本上就用来装饰 吃的时候都不是很感觉到 黑金流沙包是22元 不过就只有两个 而且这个包也不算是特别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钱就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如果说过造型 我觉得这个黑金流沙包就非常之不错 那些金线做得很好 但是这个包就相当湿下的 撕底纸的时候都撕到烂了 我们又打开流沙包看一看 这个流沙包就真的很热 看到里面的流沙有点是蛋黄的形状 流沙包的皮就不错 虽然它会比较厚一点 因为它的质地是够松软 吃起来都挺好的 另外它的流沙都挺甜的 再加上它的流沙就很丰富 所以这个黑金流沙包的质素就真的挺好 如果它比较三个就更加好 热奶茶份量就正常了 它就用一个铁杯上的 感觉上我觉得始终是差一点 我都是加一包糖 甜度就足够了 这个奶茶喝下去就挺香醇 我觉得奶茶的质素都挺好 最后我们看看乳猪五宝饭 78元 五宝有什么五宝呢 就是咸蛋、红肠、乳猪、烧肉和油鸡 同样都是78元这个价钱 都不算是很便宜 我们看看乳猪有四件 乳猪的皮就有少少脆 不算是讲得上是非常脆的 这些肉我觉得是OK的 不会太过硬 这个乳猪我觉得是合格以上的 但也不算是很高分 跟着那条乳猪我们就点点甜酱试一试 因为这个甜酱都是比较普通一点 其实乳猪点了这个甜酱之后 味道就丰富了 但帮助又不是很大 咸蛋就半只 这个正常 壳猪会比较难脱一点 这个咸蛋就不会太过咸 其实味道也不错 但蛋黄就会差一点 用来松饭也不错 红肠有四块 其实我觉得这些红肠会切得比较薄一点 红肠其实不是很咸 但味道也挺好的 另外红肠会切得比较薄一点 我觉得口感也不错 其实乳猪五宝饭我看到它写着是叉烧的 但它就没有给叉烧 就给了这个烧肉 烧鱼仔有六件 其实份量都可以的 我觉得其实质素都不错的 因为它下面有些脂肪 烧肉就不会太过瘦 另外它的皮也挺脆的 而且肉味又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烧肉的质素就挺不错的 豉油鸡有四小件 其实真的份量会比较少一点 虽然油鸡就比较小一点 但就没什么挖的 见到的色泽其实不错的 豉油鸡其实最大优点 就是皮会比较肥一点点 另外的豉油味就比较重一点 鸡肉都OK的 不过我吃过的部分就是鸡胸肉 就会比较粗一点 最后可以看到这个饭的份量 我拨开了饭 见到饭份量都不少的 因为我拍到最后 所以这个饭都冻了硬了 既然讲到饭份量都挺好 现在我们看好一张单 我们叫个暴力王 加了两个点心 再加一个乳珠五补饭 总数是141元 汇京超美点心罐 我觉得它的价钱虽然不是很便宜 但它的食物其实有些水准 再加上它的环境又新又美 而且服务相当不错 作为一间街坊餐厅 我觉得这间餐厅就相当合格 虽然也有不少优点 但如果特意过来吃一餐 我又觉得没太大必要 不过如果是住附近的街坊 我猜就会偶然来光顺一下 今集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下集我会再介绍其他地方 多谢大家支持 下集见 拜拜